对于漂亮美丽的女明星来说 除却日常的工作外 能得到杂志邀约成为她们的封面女郎 无疑是对自身人气以及颜值的一种肯定 而最近女演员古丽娜扎也是再次受到了时尚杂志 时尚巴沙的青睐 以黑白复古为基调拍摄了一组时尚大片 照片中的那扎或顾盼回眸 或注目凝望或低眉脸目 配上她那自带抑郁风情的容貌 无疑是惊艳了不少人 甚至还不乏有网友表示 在她的眼眸中仿佛看到了岁月的遗迷 有一种穿越到了上世纪的极世感 然而照片中的那扎美则美矣 其中还有一张图不仅被时尚巴沙 放到了杂志封面 甚至还当成了自家官微的新头像 但也正是这张图让有些网友怀疑自己是不是脸盲了 为什么单看这张会认不出这是那扎 而有些调皮的网友更是直言自己不信 表示这明明是欧阳娜娜 明心而论 网友的调侃 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并不算太过 要是事先不知道这一期的封面女郎是鼓励那扎 乍一看的确是有些认不出 而这多半还是因为修图师有些放飞自我 又忘记强调美感之前得先保真的缘故 当然这样的事故 在娱乐圈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早前武力银宝不仅曾公开吐槽自家工作室修图扎出天际 更是选择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自家修图师的技术 而这言论也是引得粉丝们纷纷表示赞同 跪求来一个真实的银宝 不过走心说 虽然娱乐圈不乏赵丽颖 鼓励那扎这样天生励志的女明星 但相机的确有时候不仅会将她们的美掩盖 甚至还会将她们丑化 因此修图也应运而生 发展成了一种必然的存在 不过修图归修图还是得考虑下真实 毕竟认不出什么的那就太尬干了 不是麻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